Osmoparket 專用廣角濾鏡 我是新創初委的Kenny 最近接到一些朋友訊息反映說 Osmoparket真的太好用了 不過有一個問題 他們覺得Osmoparket不夠廣角 那也沒關係 所以最近還是進了一些 Osmoparket專用的廣角濾鏡 來看一下 有現在蠻有名的副廠牌Lens 他做了一些不少攝影器材的周邊 還有這個是叫做F牌 它是FH-CK 這也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品牌 那一樣是廣角效果的濾鏡 還有一個叫RC-G 它是號稱鎮油按照 那今天就是要比較 這三款17廣角濾鏡 實際安裝的差異 我們話不多說 來試一下第一個 來試一下第一個 Ulengi 好 OK 那現在第一張 Ulengi的廣角濾鏡裝上去了 它的型號叫做OP-15 那有沒有看到 實際上跟剛剛為安裝之前的效果差異 好 來換下一張 那在這邊也提起一下 因為 Osmo Parking呢 它的鏡頭本身沒有做 模紋之類的設計 所以 在安裝的時候 它都是透過磁吸的方式 那務必在安裝的時候 要讓它確認說 是安裝在正確的位置 去避免一些暗角的產生 然後因為 濾鏡的部分 它本身有一定的重量 建議會切換到Osmo Parking的FTE模式 讓雲台維持在一定的力道 那不會影響雲台的運作 好 第二張我們應該看到實際的效果 好 來換下一個 好 謝謝 好 這是最後一張 也就是 號稱最沒有暗角 然後 廣角效果也最好的 RC巨能 那看一下 跟前面兩個的 前面兩款麗菌相比 有沒有什麼 很大的差異 朋友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張麗菌來吃完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再發出頻道粉專 我們會支持恢復以前 那像最近的任何 Osmo Parking的周邊 Osmo Action周邊 我們也會陸續進入一次 那再選定我們的粉專 謝謝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